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遺憾 而且希望的一個做法 剛才鍾教授也提過了 這個荡言無傳的 在新聞界裡面 是非常的現在是很希望 我覺得對很多的新聞工作者來說 因為香港的一上以來 新聞自由的本身是 除了在世界上 是排名很高 還有以前是真的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是覺得這種自我審查 或者是避免了一些所謂的麻煩事 到底是去了 就是那個boundary 都要去到哪裡了 剛才鍾教授也說過 可能記者協會可能也要灌掉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個press freedom 也是一個我們的universal value 大公這些報紙已經是本身 本身就已經是清中的 現在我們大家有的報紙上面 像東方、星島日報 這些本身就已經是清上清中的那一邊 那你的新聞就是一面倒的了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除了在那個政治上面 你民生上面 你上 我又再提到那個疫苗 或者現在清零的那些政策裡面 市民也要知道一個真實的真相 無論在大陸裡面 或在香港現有的裡面 所以Hong Kong Watch Ben Rogers所說的 覺得絕對我是贊成他說的 這個就是剛才鍾教授也說 這個幾乎到那個非常危險 到蕩然無傳的一個地步 因為不要說新聞只是講政治的 很多時候新聞就是把真相講出來的 只有你沒有真相的時候 那個fake news就會自然而然的走出來 然後也會影響到很多人 很多以前在蘋果依報的主持人 現在都是在監督裡面 現在還沒有進行審診 沒有定罪 可是他們已經在監督裡面 差不多一年了 而且很多以前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都很擔心 他們以前寫的一些報道文章 都可能有問題 我知道很多以前曾經為蘋果日報 為歷史新聞寫捐攔的一些人 他們現在都很開心了 現在還有的一兩份 所謂的比較自由的報章 可是他們都很年不審查 就是說他們自動的 就把一些門桿的一些課題 都在進行這個報道 早前一些有一個媒體的記者 在政府的發布會 關關了一個問題 然後就讓這個左派組織 一些參見機的組織 把他恐追猛打 說他不應付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破壞這個團結 所以這樣隨意的 隨意的扣這個政治的拇指 不但是對這個半部這樣有影響 這是對前線的記者 對寫文這樣都有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處境 所以呢 他現在這個排名跌到145呢 我真的一點點意外 關於這個香港人怎麼看 上人自由的調查呢 已經進行了差不多30年了 現在最近的幾年都是在下跌 已經跌到歷史的升低 這個也不單是這個上人自由 香港差不多所有社會指標 都是在最近幾年 跌到一個很低低的地方 現在雖然有一些指標在反彈 可是呢都是在一個很低的水平 所以呢 其中的情況都是在變快 身分自由呢 其實其中一個在變快的 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呢 以前在港英基本的時代 我們還能夠有一個 白跨奇況的一個 全媒環境 現在呢 已經差不多不再存在了 剛才我都說了 現在還有一兩份 相對是比較自由的暴政 可是他們都在計劃審查 其實剛才 講到的那些 所謂的 跟官方的一些喉嚇傳媒 大公報啊 民謂報啊 他們 他們根本就不是在半部 他們是在支持一個恐怖組織 他們的恐怖組織就是 他 他針對某些人 他點你的名 然後呢 代版 然後呢 幾天之後 你就看見這個警察 就想問腳理麻煩了 他們就是一個 有些像明代那些廠位的組織 都是一些 一些東廠啊 市場的組織 都是同一個 他們根本是半部 可是呢 他們還是在 這個 是否則非為 所以香港一方面就是傳統的 比較開放的一些新聞自由啊 新聞媒體啊 新聞工作者已經沒有太多的空間 所以過去一年呢 很多記者都走了 是 離開香港 所以他們呢 為了一些喉嚇的權威呢 就像這個扮演那個政府的打手的決心 所以 很嚴重這個問題 嗯 月初的時候呢 那 就是開始想 如果又是繼續用煽惑 煽動 這樣一個罪來告人的話呢 那事實上都是 就是 遲早都會搞到我 我這樣想到這一點啦 你想想一下 只是《立場新聞》 在過去那麼多年 轉載了我700篇Facebook文章 我也想這兩年我繼續寫東西 那如果他真的要抽情我煽動的話呢 就是 現在用現在的所謂煽動的標準的話呢 我覺得 就是他一定會搞我的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第二點呢 就開始 就是考慮到 我當時有個想法 有個判斷 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真的在七月 就是 下來香港 主持這個回歸的慶典的話呢 那你現在那些國安警做事都已經沒有了標準 任他講的了 政府也都隨時可以用煽動 又不讓你保釋 那如果習近平會來香港的話呢 我相信五六月之間呢 那些國安警就會很瘋了 是不是 一定洗太平地 我不想見到我九十幾歲的爸爸 八十幾歲的媽媽 去第二次國探望我 很難承受 一想到很難承受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決定 因為那個危險 訊號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決定他要走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 我整天相信不正常的事情 不可能長期維持 他們可能會 如果他們不去 如追從的生活 就是屈曲自己 扭曲自己的話 有些人是扭曲自己 如果他們不扭曲自己的話 他們會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這幫人可以 繼續抱著盼望 相信明天會更好 相信不正常的事情 會有將一日被扭轉 希望這樣 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就是他去年我來英國 他說他四十幾歲 他說他一輩子沒想過 原來移民是這麼輕易的 就是想不到英國政府會這麼疏爽 突然間 他初初填表的時候 他就說 要為兩個子女 不想他的子女接受這種教育 但是他填下填下 發覺自己其實最想移民的 是他自己 那他填完之後 他女兒十一歲 他不知道怎樣跟女兒說 因為怕女兒有些朋友 不捨得 誰知道他女兒說 我們現在這麼遲移民 因為他女兒很多朋友都移民 他認為移民是正常的 我有個朋友他問我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多嘴 說一句 他在香港就這樣叫我 到導師我走的時候 他就問我 你去到英國還會不會繼續 好像以前那麼多嘴 都去了英國 我就說 我生於香港 長於香港 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 而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是已經是一個 就住公共事務發聲的一個人 我離開了香港 是因為現在的香港社會 不容許我再發聲 所以我去到別處 我更有責任發聲